這是前任天才首席小酒師 雨水精英的作品 所以大家呢 都把它捧為高高的 怎麼打破呢 一般的酒啊 直接推下去它掉下去 它是不會破的 好死不死呢 我就拿了上面呢 拿下來的時候 一個手滑 啪啪啪 酒瓶敲酒瓶 然後再掉到地上 這個禮拜整間非常的香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 Steven Bar全台灣最智障的酒吧 我是Brandom 今天呢 是我們在這個場景呢 做最後一次的拍攝了 有點感傷喔 因為小弟我呢 即將從這間店畢業了 那這間店是哪裡呢 就是位於安可路二段的後院 小弟我在這邊 從2009年服務到現在 即將呢 翅膀硬了 不是翅膀硬了 也即將呢 準備出去闖蕩 開自己的店 那你問我店在哪裡 不要問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還沒有找到 等我找到了 再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好不好 也藉由這一次拍攝的機會呢 來讓大家明白 以前呢 我在這邊經歷過一些什麼 有什麼樣的故事 好首先第一個問題 大家最常問的就是問我什麼 你後面的這一排酒牆地震的時候 會不會倒啊 各位 我的回答是不會 不然他怎麼會好好的在這裡 你知道嗎 921大地震 他也沒有倒 為什麼呢 921的時候 這間店還沒有開 這間店是2000年開的 921是199年 所以沒有 但是呢 2000年後的地震 他都安然無恙的在這邊 為什麼不會倒呢 據說呢 他這個酒牆放9的這個牆面啊 還有做一個奇特的角度 讓他不會說 就無緣無故就 就掉下來 安德後院這一間呢 算是老店了 他哼哼哼哼的已經開了20多年了 假如你是安德後院的老客人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89年前的之前 我們總是想把 最吸引人的 最昂貴的 告訴你我們這家店 價值在哪裡的酒 放在第一排 啪 讓你一眼就可以看到 哇 竟然有這些東西 先下到腿軟 錢包再不小心掉出來 卡片再不小心 關了幾圈 口袋空空 心滿意俗的回家 但是呢 你現在有沒有發現這個事情 我們一些 偏限量 偏天價的酒呢 我們把它拉到最上面了 這到底是不是有發生過 什麼血淋淋的案子呢 答案就是 有 就是Brenner哥跟我 我曾經呢 打破一個 收藏家 不願意釋放的酒款 當時那一支酒呢 它就放在這裡 這是2013年三期水油木桶 這當時那個年代啊 它就已經破十幾萬了 也是呢 前任天才首席 調酒師 雨水精英的作品 所以大家呢 都把它捧為高高的 欸 就沒有打破了 啊怎麼打破呢 一般的酒啊 直接推下去 它掉下去 它是不會破的 好死不死呢 我就拿了上面呢 拿下來的時候 一個手滑 啪 啪啪啪啪 酒瓶敲酒瓶啪 然後再掉到地上 那個禮拜整間 非常的有非常的香 哦 我還救出了剩下的半瓶 把它裝分享 然後我也知道了 那個酒的款式 是多麼的美味 你看喔 一本人現在 一本人現在 你就比如說 三前出了18年的水油木 都沒有那個年代 就是2013出的那一支 還要有那種 大家所講的 檀香味的氣味 優雅的木質調 現在就沒有了 那為什麼知道 就是因為當時我就打破 生了一點點 喝了 我也江湖救急 有朋友救助我 終於幫我找到 然後拜託收藏牆 賣給我 對 我還睡了安額後夜 一個月 因為呢 沒有錢 老闆其實人非常nice 他沒有叫我陪 他叫我說 他一樣的 一直放回去 這樣就行了 好 所以呢 可以叫我 水油木的大師 因為我發現 他們說 水油木其實 手指要非常長一段時間 檀香味才會出來 為什麼知道呢 就是因為 我花了大量的學費 上這項課 所以我也感謝我那時候的好朋友 好友幫我這個忙 所以呢 之後 高價的酒 我放在最上面 就是一個這樣的點目 剛才是賠的 現在我們就來分享 我在這邊有沒有過去輝煌的戰績 有沒有賺過一些什麼樣的東西呢 來 我呢 開過最高價的酒 在這裡 是BORA 40年 30幾萬 怎麼會有客人 盤子到這樣子呢 在酒吧願意花30萬呢 就像賣房子一樣 欸 你賣幾百萬 跟賣幾千萬 跟賣幾億 你所具備的能力 跟功課是不一樣的 那為什麼那一瓶 主要30萬呢 因為其實BORA 它是島廠的酒廠 所以呢 他喝一瓶 少一瓶 那假如你是他的始終粉絲 然後呢 竟然在今年度 或是 你竟然又在有生之年看到 哇 他也可以釋出 他高年份的酒款 買不買 心不心動 當然心動 而且呢 在拍賣會上 市場的價格 也會水漲的船高 那剛剛講的是單品的價格 那單杯呢 過去我賣過最貴的呢 是一杯 4000式的調酒 那這次故事怎麼發生的呢 就是曾經有一個客人 可以告訴我 Brandon啊 給我你們店最貴的調酒 讓我痛一下也好 我就拿了白州25年 拿來做Highball 還噴皮油 事實證明 那客人是賺到了 現在白州25年多少錢 那個客人在當時呢 是在對的時機店 買下了 這杯調酒 不然呢 現在你要用 什麼白州25年做調酒 試試看 你試試看 很痛 呵呵呵呵 好 對 也不要讓老闆知道 這個播出 老闆就會知道了 我當時做什麼純粹事 再來呢 這還有一個歷史的桌子 我們這個吧台桌 其實沒有換過 但是呢 有一個設計呢 走得非常的 前衛 看不看 我們這中間的一個玻璃 過去時代呢 這個玻璃裡面呢 是有養魚的 講完吧台了 我要去帶各位去看一下 咱們後院的 漸漸之寶 二十多年歷史的老東西 長得有點像硝波塊的 欸不是 不是我說的喔 不是我說的喔 是客人說的 是客人說的喔 那呢 這個呢 就二十多年歷史 據我們老闆講 他是一個 名設計師設計的一個 發光的小圓桌 所以當時我想換掉的時候 被我老闆痛罵一頓 喔 這個呢 你不懂欣賞的因素 好 就這個桌子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來看一下喔 看我們的這個 老酒牆 非常的古老的東西 有沒有看到 池瓶的 池瓶的威士忌瓶 現在應該看不到 因為呢 他發現他的 Angel Share 太高了 所以現在也沒有人 在做池瓶的 但你還可以找得到 在這邊 還有一些老酒 還有舊標的 譬如舊標的 葛蘭花閣 以及 Highland Park 現在 Highland Park 有點扁方方的嘛 他以前呢 也有出過圓瓶 然後呢 以及 大家有沒有看到 麥可蘭這個系列 那為什麼 舊標會這麼的泛黃呢 這泛黃呢 因為呢 這也是跟我們 安和後院的歷史 有點相關 因為過去這個地方呢 是有賣雪茄 是可以抽雪茄的 所以就有點 雪茄的那個 黃敲友的 懶散 更復古一些 好 那還有呢 這下面這個系列呢 它就是那個 星星標系列 星星標 就是呢 你要VIP的會員 你才可以呢 真的得到那個桶 然後呢 去做裝飲 對星星標 來 這個都有 那我的老東家 安和後院呢 跟我的愛恨 九格呢 我就簡單的 介紹到這邊 那呢 我也要畢業了 希望大家祝我畢業快樂 好 我們是UBA 下回見 拜拜